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咕咕咕咕 本期的故事解读由我们的Patreons赞助和完成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Patreons 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这一集的故事解读 没错 非常感谢我们的Patreons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我欢迎大家在iTunes上 也在Spotify上给我们一个好评 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 老师和同学 对啊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想听到更多好听的故事 对了 请支持我们 没错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Patreons 这样你可以一边听故事 一边看故事文本 一边看我们手工做出来的词汇的标注 星期六的时候还可以来线上聊天会 练习 说中文哦 没错 可以看到我 还有全世界来自不同地方的中文学习者 帮你提高你的中文水平 保持你的动力 好 我们下面来解读这个故事 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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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刚才说的是广东话吗 对 哦 所以广东话怎么说母鸡啊 不是 应该是Gala吧 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Gala 对 该公该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好像是这个 那安徽话怎么说母鸡啊 母 母鸡 我说实话我已经忘记了 母鸡 母鸡 对 棍吉母鸡 对 但是我刚刚说母鸡呢 因为是在广东话里面说不知道 就是母鸡 哦 不知道 对 母鸡 母鸡啊 不知 母就是不的意思 对 鸡就是知道 对 所以母鸡可不是母鸡的意思 母鸡是不知道的意思 对 母鸡才是母鸡的意思 对了 母鸡 它会生蛋的 会下蛋的 对 下鸡蛋 这个故事很好玩哦 对了 我在选故事的时候呢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故事 对 然后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说 哎呀 这个是个好故事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一定会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我看的时候都觉得好笑 你知道吗 对 因为老舍 我觉得他的文字特别好 嗯 他写故事写得特别的生动 对了 特别的生动 嗯 这篇小故事也是老舍写的 对 以前我们其实讲过老舍的另外一篇故事叫 猫 猫 嗯 我们的听众非常喜欢 对 那一期的播客节目非常的受到欢迎 对 就是老舍我觉得他的 他真的非常厉害 他他的文字 他的文笔啊 嗯 而且我觉得他有很对身边的日常的小事物 小动物 他有非常非常细致的观察 对 而且他不仅可以观察 他可以用他的文字表达出来 而且是一种幽默的文字 对 很好玩 很搞笑的 是啊 嗯 对 像我读了以后 因为我之前也不是特别喜欢母鸡 也是有点讨厌母鸡的 因为我觉得鸡嘛 总是脏脏的 嗯 但我读完了以后就觉得啊 好可爱啊 是啊 我甚至想自己想养一只母鸡了 你确定吗 嗯 你知道其实啊 这些鸡是很好玩的 我小时候就因为家里会养鸡啊 我的爷爷奶奶啊 他们家都会有鸡 嗯 所以经常能追着小鸡仔跑 嗯 真讨气 对 欺负小鸡仔 嗯 而且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会有那种卖鸡仔的人 他会挑着好几个篮子的小鸡仔 然后从一家到另外一家就说卖小鸡啦 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有人去买 哦 嗯 嗯 嗯 我小时候也有很深刻的很多的关于鸡的记忆 我知道 你们家院子也是大公鸡 我们家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和我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嗯 它们特别喜欢养鸡啊 狗啊 所以我从小就是和一群鸡啊长大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家有个很大的前院 嗯 然后那个院子里面特别的忙碌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每天就像一个动物王国一样 动物园 嗯 然后呢 又有只大公鸡 然后还有只一两只母鸡 然后领着一群小厨鸡在后面你知道吗 哎呦 然后就是你每次走到院子里面 要从那个前院走到前门的时候啊 因为那个鸡嘛一看到人他就会 翅膀就会扑愣扑愣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会害怕人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从前院走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有一种鸡飞狗跳的感觉 那可不是嘛 又有鸡又有狗的 同时啊 就走路的时候还要特别的小心 怕踩到他了吗 怕踩到鸡屎 哎呦 我又踩到鸡脚 因为鸡你知道就到处拉屎你知道吗 拉臭臭 而它那个屎啊就特别的特别的稀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了 它不是那种硬的你知道吗 就小孩子一不小心就踩到上面 然后就很臭 对了 嗯 这个我也有一些印象 对 嗯 现在想想觉得特别好玩那个时候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老舍她是怎么说母鸡的好不好 我一向讨厌母鸡 我一直不喜欢母鸡 为什么呢 为什么讨厌 听吧 好来听一听 听吧 她由前院嘎嘎到后院 嘎嘎嘎嘎嘎嘎嘎 好吵啊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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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停的时候 对了 他有前院嘎嘎到后院 有后院在嘎嘎到前院 没完没了 那他为什么嘎嘎呢 是因为他肚子饿吗 还是因为他生气呢 并且没有什么理由 不为什么 就是嘎嘎 没错 那真是太讨厌了 就像现在的人玩手机一样 吃饭的时候玩手机 有前院玩到后院 因为那个睡觉的时候玩手机 有后院玩到前院 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 没完没了 没有什么理由的 没有什么理由 讨厌 我这么觉得你有点像老人啊 不是吗 一般老人看到年轻人玩手机 就会觉得很讨厌 我觉得是我说我自己 所以母鸡老舍觉得是非常讨厌的 因为很吵 讨厌 讨厌 那其实母鸡 它叫唤的话 不仅是 咕咕 咕咕 是吧 它在其他不同的情况下 有不同的叫法 对了 还有什么叫法 你给模仿一下 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是那种是吧 对 你记得那种比较长一点的那种 还有比较 老舍是这样说的 有的时候 它不这样乱叫 而是细声 细气的 嗯 它的声音不是那么 咕咕咕咕 不是那么响的 是吧 对 咕咕咕咕咕 咕 就是比较细的 比较长的 对了 听起来你觉得它是开心 好像还是有点不开心呢 我觉得不开心 嗯 老舍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老舍说 有什么心事似的 好像心里面有什么事情 嗯 嗯 母鸡可以有心事 人可以有心事是吧 对了 公鸡也可以有心事 嗯 公鸡的心事是 我应该和哪个母鸡结婚是吧 有可能 嗯 母鸡太多了 应该选哪支呢 嗯 就是有心事 就是心里面有事 然后这个事一般是 常常会给这个人啊 带来压力的一种事 对了 有什么好事 嗯 这个叫有心事 哎 我最近看你怎么好像有心事似的 哎呀 每天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开心 然后常常一个人自己坐在那 有的时候还会掉眼泪 你怎么了 最近找工作啊 工作不好找 哦 难怪呢 嗯 所以没有工作了 要换工作 这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 对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是 有心事 那还有呢 那他细声细气的 有什么心事似的 对了 他看起来什么样子呢 嗯 他看起来啊 颤颤巍巍的 颤颤巍巍的 嗯 颤就是颤抖嘛 巍就是不太稳 颤颤巍巍 你想想 比如说老人走路的时候 就有点颤颤巍巍的 你就会觉得好像 刮一阵风 可能就会把它刮倒 那种感觉 嗯 感觉 那个叫颤颤巍巍 就不稳 嗯 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奶奶 她年纪很大那会儿 就是要 组着一个拐杖走路的时候 对了 大家就评价她说 哎呀 你看这个老卢太太啊 嗯 走路颤颤巍巍的 不稳定啊 对 嗯 所以这个鸡呢 它有心事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颤颤巍巍的 嗯 那它去哪儿呢 它顺着墙根 或沿着田坝 那么扯长了声 如怨如素 所以鸡这个时候 会顺着墙根走 对了 墙我知道 这个是墙 对了 那墙根是哪儿啊 墙角啊 哦就墙的下面 紧贴着墙的地方是吧 对了 哦 顺着墙根走 嗯 嗯 或者呢 沿着田坝 哦 它还到田里面去 留的 对 到农田里面去 哦 那它在农田里面 是去那个有水的地方吗 去汤水吗 不会去田里面 而是田的边上 田的坝上 哦 就是 岸上 有路的地方 人走的地方 在我们家叫田梗 哦 是是是是 田梗 嗯 田坝 就是人走的地方 对 哦 所以这个鸡还挺潇洒的 有时候在院子里面 有时候还溜达到田里面去 看一看 人家是去散步了 嗯 这个鸡挺聪明的 对 有心事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散散步 对啊 人也是啊 有心事的时候 不应该在家待着 应该出去 对 去公园走走啊 对不对 对 可以顺着墙根啊 沿着 散散步 对沿着路边 是吧 对啊 而且一定要把 你心里面的心事 说出来 嗯 哪怕是这种 细声细气的 哪怕没有人听 是吧 也说出来 嗯 这样可能会让 你的心态更好一些 那么 扯长了声 如愿如素 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 对了 就扯长了 声音非常 对 所以如愿如素 嗯 它的感觉是 它有很多话想说 对不对 哎呀 今天隔壁的母鸡 把我的食物吃掉了 哎呀 那个公鸡 昨天它要做我男朋友 今天又离开了 它跟别的母鸡跑了 哈哈 如愿如素 是一个成语 嗯 这个如就是 好像的意思 看起来像 嗯 或者是听起来像 嗯 像怨 怨气抱怨一样 对了 又在像和人素说一样 在告诉别人一个心事一样 是的 这个叫如愿如素 如愿如素 嗯 那这个母鸡 有这种声音 然后做这样的事情 人听了以后 人会有什么感觉呢 嗯 使人心中 立刻结起个 小疙瘩来 嗯 疙瘩 嗯 哎 我知道你脸上 长了很多疙瘩 什么我脸上有疙瘩 没有 我很帅 这明明就是一个疙瘩 疙瘩是很大的东西 我记得你说 你那个青春期那会儿 脸上不都是疙瘩吗 我现在还是青春期呢 哈哈哈哈 所以我说你有疙瘩呀 啊 你说就是另外一种帅 嗯 所以这个疙瘩呀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十几岁那会儿 脸上可能很多的人 都会长的那个东西 就叫疙瘩 青春痘嘛 嗯 青春痘 也可以叫疙瘩 对了 但这个 如果疙瘩不长在脸上 疙瘩长在心里面 哦 这个是真的长疙瘩了吗 不是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心里面有疙瘩 不舒服 哦 心里面不舒服 心里面有心事 哦 哎 怎么会这样子 对了 哎 母鸡怎么了 它有什么事吗 是啊 哦 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像是心中 结起个小疙瘩来一样 对 一直想着这个事 嗯 嗯 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对 怎么了 对了 嗯 他说 哎呀 有的时候 他 不这样乱叫 而是 细声细气的 有什么心事是 似的 嗯 然后走路的时候呢 颤颤巍巍的 顺着墙根 或沿着田吧 那么扯长了声 如愿如素 被人 使人心中 立刻结起个 小疙瘩来 嗯 哎 我觉得你读的时候 特别有感情哦 是吗 好像你特别特别 能理解母鸡的心情 因为我是公鸡嘛 哈哈哈哈 不是公鸡 也是以前养过母鸡的人 哦 是的 对 小时候就有 就是和小动物的 接触很多啊 哎 你小的时候 会和小动物一起说话吗 不会 就是 你心里有什么心事 会讲给小动物听吗 不会 那你讲给谁听 不讲啊 你有心事吗 我没有 看来公鸡和母鸡 真不一样 考上校肯定有啦 我觉得任何人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在长大的过程中 都会有心事吧 而且其实长大以后 做了爸爸 做了妈妈 那你还是会有心事的 那当然啦 对 心事更多了 其实 嗯 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老舍的观察 除了这个母鸡 平时的两种叫声以外 嗯 除了他有心事的时候的 一些表现以外 他还有什么 其他的行为呢 好的 那我们来 看一下 他 他永远不反抗攻击 嗯 哎呀 真难呀 做人难 做女人更难 做鸡更难 做女鸡也很难 做母鸡更难 对吧 嗯 就是他不会反抗攻击 对吗 他不会反抗攻击 嗯 攻击可能有的时候 会对他做一些比较 没有礼貌的事情 对 比较粗鲁的事情 或者说是不讲理的事 是吧 嗯 但他会反抗吗 他不反抗 来 我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 你给我做我第二个女朋友 她可以说不吗 她不说话 不是他不说 说不说话 他就说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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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他说好吧 对 所以他顺从攻击 他不会说不的 嗯 可能说他在吃个东西 攻击来说 哎 我要吃这个东西 嗯 他说咯咯咯咯咯咯咯 好吧 给你了 嗯 那他会做什么呢 嗯 他虽然不反抗攻击 有时候也会欺负别的鸡 或者是别的动物 嗯 比如说什么呢 鸭子 哦 有时候 有时候 嗯 像我一样 你比较忠厚是吧 对了 就是对别人很好 比较老实 老实芭蕉的 憨厚 对了 嗯 没有那些坏的心思 嗯 不会做坏事 没错 嗯 也不会欺负别人 没错 永远是被别人欺负的 对 而且长得很帅 鸭子长得帅吗 好看啊 嗯 鸭子的毛多漂亮 那公鸭是挺好看的 你长得挺像那公鸭的 这个鸭子可不是那个鸭子啊 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鸭子 嗯 那你想做哪种鸭子啊 我想做我自己 你不是说你像鸭子一样吗 我说我的性格 哦 好吧 好事怎么都你占了 所以 嗯 母鸡 会做什么 去欺负 去欺负 那最忠厚的鸭子 太过分了 不仅是欺欺负 还有侮辱啊 哇 他到底对鸭子做了什么 好像都在人 没有没有注意的时候啊 去欺负鸭子 对 我下次要好好的观察一下 嗯 真可怜的鸭子 那他还会做什么呢 更可恶的是 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 他会下毒手 下毒手 趁其不备 狠狠地咬一口 咬下一撮毛来 他会欺负其他的母鸡 对啊 哎呀 母鸡 母鸡何苦 母鸡何必 男为母鸡 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 啊 那我想 我想 他为什么会 趁其不备 狠狠地咬一口 咬下一撮毛来 我觉得他们之间 是不是一定有矛盾啊 有可能啊 他们之间有嫉妒啊 是吧 有竞争 就鸡之间也会竞争 也会有竞争 我觉得肯定会有啊 那倒是 对 也是一种动物嘛 对 所以这里面说更可恶的事 就是更让人觉得恶心 更让人觉得难过的事 对 让人觉得讨厌的 嗯 哎太可恶了 有人把我的钱包给偷走了 哎呀 我觉得你没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那个人是我 更可恶的是 那个人把我的手机一块也偷走了 哎呀 那你真的没办法去买买衣服了 嗯 更可恶的是 他连我的身份证都没有给我留下来 哎呀 那你得重新办身份证了 对啊 有的小偷好的小偷会只拿钱 对 不偷身份证的 可是这个小 这个简直太可恶了 是不是 嗯 真的 嗯 更可恶的是 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 他会下毒手 什么是下毒手 嗯 字面意思就是 嗯 用你的手 去做一件坏事 是吧 嗯 就比如说去杀人 对了 嗯 去投毒 是吧 嗯 嗯 但是 其实他的意思不仅是那样子的 嗯 他的意思也可以说是 嗯 做一件伤害别人的事情 做一件坏事 嗯 是吗 对 他会下毒手 什么时候下毒手呢 他会看 另一只母鸡 呃 没有注意的时候 哦 没有防备的时候 可能另外一只母鸡 正在吃东西 嗯 然后他没有看到 嗯 然后他来 我知道了 嗯 我想见到了 嗯 我觉得另一只母鸡 可能在和公鸡 在抱抱呢 啊 嗯 他们在谈恋爱 哦 对 然后抱抱 嗯 然后这个时候 嗯 然后这个母鸡说 哎 为什么公鸡 和他在一起谈恋爱 不和我谈恋爱 是啊 所以就是趁抱抱的时候 然后他下了毒手 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咬了什么 什么 咬了什么 对啊 把他的头发给咬下来了 咬了一撮毛来 嗯 也不一定是头发吧 嗯 你想想本来那只母鸡 他今天刚刚烫了一个 很漂亮的卷发 是吧 去见他的男朋友 公鸡 嗯 然后后来这个时候 另一只母鸡来了 把他的 刚烫好的卷发给 咬下来了 我看你烫 你不觉得 他有戏剧化吗 我看你烫 我把你的咬下来 这样公鸡又不喜欢你了 咬了多少毛 挺多的 一撮呢 咬了一撮毛 嗯 一撮就是可能 用你的手指头 拿在手上 对 有一些 这个叫一撮 嗯 哎 你前面这撮毛 不是 你前面这撮头发 白了不少 你去染染吧 没事 这个是帅气 哎 你前面这撮头发 太长了 简简吧 哎呀 尝得帅气 嗯 好 我再想回头说一下 这个下毒手啊 嗯 给大家再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是吧 对了 你记得那个里面 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 嗯 做了一个毒苹果吗 对 对 其实他有两次要对白雪公主下毒手 是的 第一次他想让猎人杀掉她 嗯 对 那个可以说是 嗯 王后要对白雪公主下毒手 哦 对对对对 第二次是他做了一个毒苹果要毒死她 那个也可以说是王后要对白雪公主下毒手 没错没错 下毒手 就是做很恶毒的事情 做很坏的事情 对 会严重伤害到另一个人 有的时候那个人甚至会 死 死掉 嗯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母鸡 它喜欢叫嘎嘎的叫 细声细气的叫 对不对 嗯 我们也说到了母鸡 不反抗攻击 但是呢 却欺负鸭子 嗯 而且有的时候会对别的母鸡下毒手 嗯 那母鸡还有什么样子啊 还会做什么 对 呃 除了这些让人讨厌的地方以外 还有就是在下蛋的时候 很让老蛇讨厌它 嗯 到下蛋的时候 它差不多是发了狂 嗯 这个狂啊 你想想就是狂 狂风嘛 很大的风 对 就是失去控制了 没有理智了 嗯 不听别人的劝了 对了 对 完全就是疯了 嗯 这个叫发疯 发狂 它差不多是发了狂 然后呢 恨不能让全世界都知道 它这点成绩 哦 它真的 就是你感觉它那疯狂的样子 嗯 好像它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在做什么 对啊 作为一只呃中国北京的母鸡 它想让呃 比如说美国人也知道它在下蛋 呵呵 它而且想让 非洲人也得知道它在下蛋 对了 嗯 而且它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今天下了一个蛋 我可以下蛋 对了 我下的蛋不小 嗯 里面的鸡很聪明 对了 呵呵 你要是用我的下的蛋去敷一只 敷鸡的话 敷出来的鸡白白胖胖 对了 嗯 那这里的恨不能 就是恨不得的意思 对 就是非常非常想 这个叫恨不能 啊 恨不能 哎呀 你不知道 我昨天钱包丢了 嗯 我恨 恨不能把那个小偷给找到 揍他一顿 下毒手 对 嗯 嗯 你知道我女儿非常喜欢吃糖 嗯 她恨不能 每天一日三餐 都吃糖 是吧 那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她最近非常喜欢游泳 对了 嗯 她恨 你知道吗 每天我带她去游泳的时候 怎么你带我女儿去游泳 哎 你女儿是谁啊 我认识吗 我女儿好像也是你女儿 同一个人 好 她有时候去游泳 恨不能十点才回家 你知道吗 她不想回家 七点出去 十点才回家 对了 嗯 恨不能天天去游泳 对 恨不能每天游二十四个小时 嗯 所以呢 母鸡是发了狂了 对 老舍怎么知道她发狂的呢 就是笼子也会被吵得受不了 哦 所以她下蛋的时候声音很大是吧 非常大 哎 你小时候家里面养鸡 你记得母鸡下蛋的时候怎么叫的吗 嗯 我觉得我知道 但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嘛 嗯 我觉得母亲和母鸡有很多共鸣的呀 是吗 那生孩子的时候就是会叫的呀 是的 不是吗 是的 因为会痛啊 你看 刚才这个是下蛋的时候的叫嘛 对啊 母鸡下蛋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就是疼嘛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母鸡 我不是母鸡 但是我是母亲啊 我生过小孩 我知道疼 嗯 嗯 所以我其实特别能理解母鸡 嗯 我倒是觉得老舍她作为一个男人哦 啊 然后她用这样的口气来说 语气来说哦 你看你母鸡嘛 你下个蛋好像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非得叫的声音那么大人全世界都知道你的下蛋 这点成绩 我当时觉得有一点作为男性的那种对女性的不理解 嗯 对对对 嗯 对了 那可是现在呢 老舍还是这样的想法吗 她还是讨厌母鸡吗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 我改变了想法 哦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 嗯 我们上面提到一个词是心事 心事 嗯 这个词不是心事 这个词是心思 心思就是想法的意思 没错 嗯 你的心上在思考的事情 你的心上在想的事情 这个叫心思 对了 嗯 这个心思可以有好的 也可以有不好的 嗯 好心思 坏心思 嗯 但心事呢 常常就是一些不太好的事 嗯 让你有点压力的事 嗯 为什么 她改变了她的心思 改变了她的想法呢 我看见一只孵出一群小厨鸡的母鸡 我看见了什么 她看见了一只鸡妈妈 哦 鸡妈妈 这个鸡妈妈孵出了一群小厨鸡 嗯 因为那个母鸡下完蛋以后 你记得还要在那个蛋上坐很久 是吧 对 然后那个蛋在可能在一定的温度下才会破壳 然后那个小鸡才会出来 应该一般会孵一个月我觉得 这个应该你比较清楚 对 因为小时候我记得 我们家有孵过小鸡 一般都要孵很长很长时间 所以母鸡每天都要在蛋上坐一会儿吗 坐很长时间 哦 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蛋上坐了 是吗 对 而且有的时候 有的有的母鸡也很不负责任的 啊 她可能孵了五天 她就不孵了 真的吗 那蛋就行坏了 哦 还有这样的母鸡 对 哦 也会有调皮的母鸡的 哦 真有意思哦 对 就好像有的母鸡比较喜欢做妈妈 有的母鸡好像就生下来以后说 哎 我也不想做妈妈 对 算了 我自己去玩吧 嗯 这跟人也蛮像的哦 对 不同性格的这种母鸡 嗯 那 那 你说 她生 孵出小厨鸡以后 嗯 她还像以前一样吗 嗯 我觉得不一样了 嗯 我们来看 好的 无论是在院里 还是在院外 她总是挺着脖子 表示出世界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 嗯 哦 所以这意思是说 她以前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哦 以前是走路颤颤巍巍的 是吧 对 顺着墙根走 沿着田梗走 好像就是比较害怕遇到一些坏的 不能说坏人吧 可能比较害怕 比如遇到公鸡啊 或者遇到狗啊 一些可以欺负她的动物 对 以前是比较担心 嗯 没有这么自信 对 现在不是了 挺着膊 对 嗯 超自信 今天带我孩子出去散步 看我的孩子多漂亮 对了 嗯 在院子里挺着脖 在院子外也挺着脖 对 其实人也是一样的 你要表现出自信 走路就要挺着脖嘛 对吧 头抬起来 高高的 嗯 对 所以这个样子就让人觉得 哦 她是一个很 是吧 对 很自信的人 很自信的妈妈 对 嗯 所以母鸡是这样想的呀 可是真的吗 嗯 真的呀 嗯 嗯 一个鸟儿飞过 或是什么东西 响了一声 它立刻警戒起来 嗯 什么声音 对了 嗯 是什么 如果它听到一个鸟儿飞过了 对不对 嗯 或者它看到什么东西 响了一声 嗯 它就马上变得很 很警惕 对 很警戒 是吗 有点像小狗 对 你狗要听到一个什么声音 就是它的耳朵会竖起来 然后它会想说 是坏人吗 是谁 是吧 这个叫警戒 对了 开始变得很紧张 很认真 嗯 很注意 嗯 你什么时候会 警戒起来呢 啊 如果 我什么时候 比如说你在家 在家什么时候会让你警戒起来 嗯 在家我一般都不太警戒吧 嗯 我觉得人可能是比如说家里面比如丢了东西是吧 嗯 比如说你门口的这个快递丢了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人会变得警戒起来 嗯 但我是觉得如果我走在外面走路的时候突然听到很大的声音 嗯 或者听到刹车的声音 你也会警戒 我会非常警戒 是 我回头一看 什么事 哎 我想起来我警戒的情况是什么 什么 我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我听到有那个消防车警车的声音 哦 从后面来了 不 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嗯 我就会比较警戒 对了 嗯 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对 所以母鸡是怎么警戒呢 母鸡警戒的时候做什么 歪着头听 嗯 好可爱 挺着身 预备作战 所以这个预备是准备的意思 对 准备打架了 他随时准备好 和别人开撕 和别人 对 打架 撕起来 对 趁气不备 嗯 是吧 跳上去 对 揪一座毛下来 对 狠狠地咬一口 哎呀 嗯 他还会做什么呢 他还会啊 因为他觉得他 只有他一支机是不够的 嗯 所以他要找帮手 他要 看看前 看看后 是吗 对 咕咕地警告 咕咕咕咕咕 鸡厨 要马上集合 到他身边来 小宝宝们 快到妈妈这来 我们要一起 打坏人了 对了 你看 有坏人来了 来到我的身体下面 快 我们一起 哎 这让我想起了 我们小时候玩的 那个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对了 那个不就是鸡妈妈 后面跟着一群小鸡吗 对 哎 我倒觉得那个游戏的发明哦 有可能真的就是当时老鹰飞下来要捉鸡的时候 鸡妈妈保护小厨鸡的样子 真的很有可能 我觉得那个很有可能是来源于生活的 嗯 有道理 你见过老鹰吗 我没有见过老鹰抓小鸡 嗯 我只见过真 我人玩那个游戏 哦 但是我听我妈讲过 因为我妈他们当时就是在东北生活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东北林场那边还是地广人稀的 嗯 就是住户很少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老鹰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院子里不是养鸡吗 对 就真的会有老鹰飞下来 啊 真的要就是 真的以前就是把鸡抓走过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还真的是有可能就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的 是的 看看前看看后咕咕咕咕的警告基础要马上集合到他身边来 这个集合就是大家都走到一起 走到一个地方 嗯 比如说什么时候要集合呀 开会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要集合 嗯 还有呢 比赛之前那些足球运动员先会集合在一起 说一两句话 加油 嗯 我们要赢得这个比赛 对 嗯 或者说 啊 走球比赛打完了 我们要集合 说一说今天的比赛做的好的地方 做的不好的地方 嗯 再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呃 一起 交游 对 交游 嗯 那上车之前我们要集合一下 今天这个交游应该做的事情和不能做的事情 说一说 对啊 嗯 因为集合的话要一起上车嘛 对了 然后再就是回来的时候要集合一起上车 嗯 没错 嗯 那除此之外 这个母鸡妈妈还会做什么呢 哈 你觉得呢 我们说说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做什么吧 哦 我觉得 我猜一猜 对 我觉得如果是妈妈的话 吃饭的时候 肯定会先让孩子吃很多 嗯 先把饭准备好了是吧 对了 对 然后让他的孩子吃饱了 他再吃 嗯 这一点爸爸就不一样 爸爸会怎么样 爸爸先把自己吃饱 是吗 我不知道 我猜测 但在鸡的世界里面 就是公鸡 生下小孩 公鸡也不会负责的呀 对 而且不知道谁的孩子呀 对呀 嗯 发现了一点可吃的东西 他咕咕的紧叫 啄一啄那个东西 马上便放下 让他的儿女吃 嗯 发现了吃的 比如说虫子是吧 对 比如说 人吃剩下的面包之类的 嗯 他这个时候会叫 而且是紧叫 这个紧叫是说叫得很快的意思 是吧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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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小鸡们一听就知道 哦 妈妈发现吃的了 对了 咱们去吧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玩 他也先啄一啄那个东西 对 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毒 是不是真的可以吃 你觉得他真的是想看 是不是有毒吗 你觉得他的 他的想法有那么复杂吗 首先他鸡应该是没有想法的 我不知道 我不是鸡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 试一试 是不是一个吃的东西 而不是说是不是有毒 因为有毒他也不知道 对 是吧 这里面的啄 为什么是啄不是吃 啄 因为啄是一般是这种动物的嘴 很长的动物 尖尖的嘴 对 长长的尖尖的嘴 对 比如说鸟会啄 鸡会啄 比如说有啄木鸟 对吗 鹅也会啄 鸭子也会啄 对 啄 啄食 对 啄一啄那个东西 说可以吃的 是好的 马上 便放下 所以他自己不吃 让他的儿女吃 所以如果这样吃的话 你觉得他的儿女看起来什么样子 吃很多的话就跟我女儿一样了 肚子 小肚子圆滚滚的 结果 每一只鸡厨的肚子都圆圆的下垂 像刚装了一两个汤圆似的 太可爱了 像那个小鸡哦 对 本来个子那么小 然后肚子却很大 对 然后肚子下面还有个圆形的东西垂下来 是在他脖子那儿其实 不是肚子下面 是吗 对 这上面不是说肚子都圆圆的下垂吗 对 但是你知道鸡 因为太小了是吧 对 脖子和肚子分不出来 没有 鸡它的食物放在这儿了 放在脖子那儿了 哦 嗯 刚开始是 它消化 嗯 那消化慢慢的就到肚子了是吧 对 嗯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它的鸡宝宝们都吃了很多 对了 嗯 汤圆你喜欢吃吗 我看什么馅儿的 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汤圆 汤圆 我喜欢吃芝麻馅儿的 嗯 黑芝麻馅儿的好吃 我也喜欢吃黑芝麻的 嗯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汤圆 嗯 汤圆就是那个外面是粘的米做的 然后里面有甜甜的馅儿 一般会在正月十五吃是吧 元宵节的时候吃 嗯 上花灯吃汤圆 对了 嗯 那你觉得这个鸡妈妈 这只母鸡 啊 他自己不吃 让儿女吃 他自己看起来会怎么样子呢 嗯 他自己肯定没有他的儿女那么胖嘟嘟的 嗯 他自己却 薛瘦了 许多 嗯 这个薛瘦就是瘦的意思 是的 哎 这跟人好像啊 你记得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吗 也是天天喂孩子吃奶 对了 然后孩子胖嘟嘟的 我自己瘦了很多 是的 妈妈太伟大了 对 还有那个比如说啄一啄那个东西啊 我深有感触 嗯 就是宝宝小的时候 不管什么东西你要自己先试一下 对 看热不热 烫不烫是吗 没错 冷不冷 对了 可不可以吃 然后再给他们吃 对 一样的 但是这个时候 有会不会有别的鸡来吃他的食物啊 会啊 有的鸡说 哎呦你看 他们家找那只大虫子看起来挺香的 嗯 我也想吃 我去抢吧 假若有别的大鸡来抢时 他一定出鸡 嗯 把他们赶出老远 连大公鸡也怕他三分 对 所以如果这个假若是如果的意思 如果有别的大的鸡来抢他们的食物 嗯 他一定出鸡 这个出鸡的鸡不是母鸡的鸡哦 对 这个出鸡的鸡是说作战 出去打别人 打架的意思 出去打架的意思 对了 攻击 对 因为他很厉害哦 他要保护他的孩子 所以呢 作为一个母亲 他会把别的大鸡赶走 嗯 而且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叫赶出老远 嗯 然后像他成为妈妈之前 他不是不敢反抗大公鸡吗 对 现在连大公鸡也怕他的 你看 做了妈妈之后 就什么事情都敢干了 什么都不怕了 对 然后这个怕他三分 就是说很怕他 对了 谁也怕他三分啊 大公鸡啊 大公鸡也怕他三分 连大公鸡也怕他三分 对 这个三分其实是程度的意思 满的是十分 可能比如说三分啊 七分啊 四分啊 这个满的是十哦 怕他三分就是 还是比较有点害怕他的 那你吃牛排 喜欢吃几分熟的 嗯 牛排 我吃牛排比较少 嗯 我比较可能七八分熟的 嗯 但也有人喜欢吃三分熟的 哦 是吧 嗯 所以 那鸡 这个母鸡 做妈妈之前 它是嘎嘎的叫 细声细气的叫 颤颤巍巍的走路 顺着墙根 沿着田吧 对吗 嗯 它不反抗 反抗攻击 它欺负鸭子 还有它的同类 其他的母鸡 对 可是后来做了妈妈以后呢 它很自信啊 嗯 请着脖 对 然后也很警戒 随时准备保护它的儿女 看到吃的东西呢 自己拖一拖 然后先给它的儿女吃 所以它自己看起来什么样子 它看起来啊 自己削瘦了很多 嗯 可是你知道孩子长大了 妈妈要教它很多东西 对不对 对啊 除了保护它们 给它们喂饭以外 还要教这些小鸡宝宝们 鸡厨们 一些基本的生活的技巧 怎么去在外面混是吧 嗯 怎么混社会 对 或者说简单的衣食住行 穿衣服啊 是吧 这些 嗯 你觉得你的孩子 你教它什么 除了把它吃饱以外 那肯定要教它说话嘛 嗯 教它走路 嗯 教它怎么和别人交流啊 嗯 那我们来看看母鸡 教它的孩子做什么 它教鸡厨们着实 掘地用土洗澡 一天不知教多少次 嗯 着实就是 就是怎么用这个嘴吃东西 对了 掘地 我印象里面倒好像记得 有见过鸡用鸡爪子 爬 在地上 对 爬地的 对 但我不太确定 它们为什么要掘地 你知道吗 找虫子呀 哦 难怪的 我觉得 嗯 你以为它们要做房子呀 不知道 我以为它们无聊 就在玩 我觉得它们找吃的东西 嗯 对 用土洗澡 所以它们洗澡 是用土洗澡是吗 我觉得不是洗澡吧 这是老舍用这个语言 说它们用土洗澡 老舍觉得它们是在洗澡 其实它们不是在洗澡 嗯 一天不知教了多少次 嗯 是很好的老师哦 对啊 对 因为要学会的话 真的就是要不断地重复嘛 对啊 就像学中文一样 你需要重复很多 如果你想把一个东西 说得很准确的话 对啊 不断地听和说 对了 嗯 它还做什么 它还半蹲着 嗯 就不是完全地蹲下 嗯 它的腿就是弯了一半 嗯 是吧 让它们挤在它的赤下 胸下 得一点温暖 哦 所以它半蹲的时候 它的孩子们可以 来到它的翅膀的下面 对 它的胸下面 暖和暖和 对 这个我小时候 我还记得 你知道吗 我记得 有的时候说 这小鸡怎么都不见了 原来它躲在 它妈妈的身体下面 真可爱 我好像有点印象 对 真可爱 对 好温暖 嗯 它若扶在地上 鸡橱们有的便爬到 它的背上 除了它的头 或别的地方 太可爱了 嗯 哦 它如果趴在地上 是吗 这只母鸡 它把身体趴在地上 对 没有半蹲 就完全地躺在地上 不是躺 是趴 对不对 扶嘛 扶 那肯定不会像人一样的躺 对 它的脸 趴在地上 脸是朝下的 嗯 小鸡们会做什么呢 爬到它背上啊 哦 鸡橱们有的便爬到它的背上 然后呢 啄它的头 或者别的地方 嗯 哎 我倒觉得这个 其实是可能是小鸡们 在帮鸡妈妈洗澡 我倒觉得是 鸡妈妈在陪它的孩子玩 嗯 因为我知道 有的动物 它们就洗澡的方式 就是互相的舔 哦 嗯 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 它鸡洗澡的方式 有可能是抓痒呢 脑痒痒 嗯 对 嗯 对它们来说 脑痒痒不就是洗澡吗 嗯 它们不需要洗头的 嗯 它一声也不哼 哦 鸡妈妈一点声音都没有 因为很舒服嘛 嗯 按摩嘛 哎呀 嗯 哎 这和人也很像哦 嗯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母亲 你作为一个父亲 我们躺下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 就会爬到我们的身上 玩呀 让我们抱一抱 有时候骑在我们身上 有时候给我们亲亲 是吧 对 嗯 很像的 那母亲 她做了妈妈以后 她需要教她的鸡宝宝们 怎么吃饭 对吗 着实 啊 怎么去找吃的东西 绝地 怎么去洗澡 用土洗澡 然后 有的时候 天气冷的时候呢 她会把小鸡放在哪里呢 翅膀下面 胸下面 哦 所以小鸡会觉得 有一点温暖是吗 没错 有的时候 她会和小鸡儿一起玩 嗯 鸡厨们会爬到什么地方呢 爬到她的身上 背上 然后 啄她的头 或者别的地方 是吗 嗯 那我很想知道 你知道孩子 小孩子晚上 你会陪她睡觉 对不对 对啊 对 你会给她讲一个故事 给她唱一首歌 我们的孩子就睡觉了 对 那母鸡是什么样子呢 母鸡在晚上 也要保持它的警觉 嗯 因为晚上可能 还会有一些小动物 来偷小鸡嘛 对 嗯 鸡的敌人就是黄鼠狼 对不对 是的 对 那个有一句俗语是 黄鼠狼找鸡拜年 没安好心吧 对了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黄鼠狼是一种动物 这种动物就特别喜欢吃鸡 对了 嗯 哎 话说吃鸡这个词 现在在国内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 你记得吗 好像是年轻人很喜欢用吃鸡 是不是打 打游戏的意思 因为一个游戏里面打游戏 是吃鸡 但吃鸡的意思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实话 我记得是打游戏的意思 嗯 但我们先说这里面啊 如果在晚上 在夜间 如果有什么动静 哦 在夜间 若有什么动静 这个若就是如果 是吗 对了 这个动静 就是声音的意思 嗯 动或者静 这是一个反应词 对吗 对 它的意思就是声音 对 嗯 那在夜间 若有什么动静 这个母鸡会做什么呢 哦 那它肯定会发出一些信号啊 或者是 告诉它的小鸡 或者告诉这个黄鼠狼 你不要来偷我的鸡 是吧 嗯 它便放声提叫 嗯 就是放声 就是把它的声音放出来 就是声音很大的意思 嗯 很大的声音是吗 嗯 它的声音 放声提叫 听起来什么样子 是很 是很尖吗 对啊 还是这种嘎嘎嘎嘎的 声音很尖啊 嗯 就像那个火警一样 着火的话 你那个火警的声音 是很尖的 对不对 对 因为要让大家都听见 嗯 就非常尖锐 嗯 这个叫顶尖锐 嗯 非常的凄惨 哦 听起来好像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痛苦 嗯 所以也是顶凄惨 对吗 对 嗯 所以这么大的声音 如果在睡觉的人会不会听见 啊 能听见 但我睡觉睡得非常好的 对 所以我睡觉可以就是睡整夜觉的 嗯 因为我很贪睡的 对 贪睡就是一个人非常喜欢睡觉 是吗 对 很容易睡着了 所以这样的人睡觉的 睡觉的话能不能听见 也能听见啊 嗯 无论多么贪睡的人 都得起来看看 是不是有了黄鼠狼 没错 嗯 那我觉得这个鸡妈妈真的啊 非常的 嗯 负责任 对 非常的负责 对 爱她的孩子 很勇敢 也很辛苦 是吗 没错 嗯 她负责 慈爱 勇敢 辛苦 因为 她有了一群鸡厨 所以母鸡妈妈 她的一些特点是负责 对 很负责任 给鸡找吃的 对 教小鸡生活的技能 对 然后晚上的时候 也要保障小鸡的平安 嗯 慈爱 就是她很爱她的宝宝啊 她对她的宝宝很有耐心啊 嗯 给她孩子温暖 对吗 对啊 嗯 勇敢 如果看到别的动静 她会马上 啊 准备好作战 去保护她的小鸡们 如果有别的大鸡来抢食 她也会出鸡 对 把他们赶走 对了 嗯 还有辛苦 你想一想 她吃东西的时候 都让着孩子先吃 对吗 嗯 然后 要教孩子这个事情 教孩子那个事情 这对这些都是很辛苦的事了 没错 而且晚上还不能好好的睡觉 对了 要确保没有黄鼠狼 是吧 嗯 因为她有了一群鸡厨 她伟大 因为她是鸡母亲 对了 她非常伟大 每一个世界上的母亲都很伟大 嗯 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 嗯 不管是什么母亲 是吧 嗯 在老手看来 嗯 她觉得母亲是很负责的 很慈爱的 很勇敢的 很辛苦的 她很伟大 是吗 没错 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位英雄 嗯 这样的鸡 也是一位英雄 有一个成语叫什么 女子本弱唯母则刚 对了 其实这个故事我们以前讲过 三十而已里面的几个角色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到了 女子本弱唯母则刚 嗯 这个用在鸡上也是对的 是吧 对 就是 这个母鸡在成为妈妈之前 她其实是细声细气的叫 对不对 没错 嘎嘎的叫 她也不需要给别人准备食物 她也不需要帮助别的 别的鸡学习这个东西 学习那个东西 没错 嗯 所以老舍现在是什么想法呢 她还讨厌母鸡吗 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 嗯 嗯 还有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吃鸡这个词哦 嗯 吃鸡现在是一个网络流行语哦 嗯 它的意思就是 一般就是玩游戏的意思 哦 比如说你说 你在做什么 我在吃鸡 并不是说我真的在吃鸡肉 就是说我在玩游戏 嗯 我在玩游戏 对 我想等一会儿 讲完故事 我就吃鸡 嗯 哪 哪种意思 玩游戏的意思 我可以一边吃鸡 一边吃鸡 一边吃鸡 对 一边吃鸡肉 一边玩游戏 可以吗 可以啊 嗯 好了 那今天的故事解读 就到这里吧 那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母鸡 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Spotify上 欢迎您在Podcast上给我们好评 我们得到的关注和好评越多 世界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听故事说中文这个节目 没错 也欢迎您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您的同学老师 家人朋友 并且成为我们的Patreons 支持我们 没错 成为我们的Patreons 你不仅可以看到每一个故事的文本 而且看到词汇的标注 而且 而且 而且你知道吗 你还可以每个星期六来看到我 你们会一起吃鸡吗 有的时候会玩 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搞一天就是大家一起吃鸡 一起玩游戏 嗯 好吗 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听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